刚刚发生了一件非常危险的事 这件事非常危险 因为一旦让美国得逞 世界格局将发生颠覆性变化 根据计划 印度总理莫迪将于6月下旬对美国进行正式访问 很显然 这是美国拉拢印度对付中国的一次好机会 所以在莫迪访问前 美国朝野就开始进行游说预热了 美国国会美中战略竞争众议院特别委员会 美国国会竟然提议将印度纳入北约加机制 达到制衡和威慑中国的目的 美国国会该委员会声称 将印度纳入这一机制基于美印的密切伙伴关系 以加强全球安全遏制中国在印太地区扩张 所谓北约加机制实际上就是纳入北约体系了 就是准北约成员国 然而让美国感到尴尬的是 印度政府想都没想就直接拒绝了 印度外交部长苏杰生在6月8日举行的记者会上回应说 印度无意加入北约加机制 因为北约模式不适合印度 那么一直参与美国印太战略的印度 又为什么毫不犹豫地拒绝了美国的北约之妖呢 在我看来 印度之所以这么干 主要原因有四个 一 印度一直坚持战略自主 印度这个国家 虽然我们国家从来不认为它是中国的对手 美西方也没有真的把印度当成一个世界性大国看待 但印度却一直有一个世界性大国强国的心 印度的很多思维是外人所无法理解的 譬如 当初印度1960年代发起对中国的入侵 毛主席就说他想了十天十夜 也没想明白为什么印度会打中国 连毛主席都想不明白的印度 美国能想明白 显然小看人家印度了 所以对于美国的这个提议 印度是非常不高兴的 其实印度之所以不同意加入美国主导的北约 最根本的原因就是 印度一直以世界大国自居 它不是一个甘居人下的国家 所以美国想将其变成自己的小弟加入北约 在美国看来是重视印度 但在印度看来那是看不起印度 是在打印度的脸 是在破坏印度的战略自主 所以大家注意印度外长苏杰生的发布会 那表情是非常不高兴的状态 很显然 印度不可能放弃自己的战略自主加入北约 这一点印度不太可能轻易改变 战略独立自主是印度独立以来的基本国策 二 印度不想得罪俄罗斯 在乌克兰危机中 印度自始至终都拒绝谴责俄罗斯 虽然莫迪在与普京会晤时给了普京点脸色看 也爽约了俄印的首脑会 但印度绝对不想在俄罗斯与美西方之间选边站 对印度来说 他非常清楚 一旦他倒向西方 不仅仅是得罪了俄罗斯 实际上印度面对西方的议价能力也会大打折扣 现在印度可以购买俄罗斯的武器 可以廉价购买俄罗斯的石油天然气 可以在西方与俄罗斯之间左右逢源 试问 印度为什么要站在西方一边 印度没有任何理由去这么做 三 印度不想成为中美斗争的炮灰 对于美国提议印度加入北约 也别说印度政府就是印度媒体都不答应 印度媒体就直接评论说 融入北约不仅将破坏印俄关系 危及印度战略自主 还将使印度被迫卷入美国的冲突 成为美国的走狗 看看 印度人看得很清楚 他们怎么可能愿意当美国与中俄斗争的炮灰呢 印度加入美国的印太战略 那是想见美国之力打压中国 却绝不是为了当美国炮灰 印度深知 中美斗争的越激烈 周边国家就越危险 一朝不慎就会成为炮灰 印度是想让别国当炮灰 自己渔翁得利 现在 美国却想要印度当炮灰 印度肯定不干 我们来看看印度媒体怎么说 6月9日印度Mint网站就发文称 尽管美国想要将印度拉上 对抗中国的战车 但印度认为自己有能力 独自应对中国的挑战 印度媒体还是很聪明的 这意思就是 美国想让印度当对抗中国的炮灰 那不可能 4 印度绝对不愿意放弃 与中国为首的发展中国家的深度合作 印度在安全上与美国有共同利益 尤其是在共同对付中国方面有共识 但是 印度在经济方面 却与包括中国俄罗斯在内的发展中国家联系紧密 比如 印度与中国俄罗斯等国在金砖国家平台 上和组织平台都有深度合作 这些合作都是战略性的 而且这些利益也都是美国所无法替代的 更重要的是 印度自己也是发展中国家 在很多方面 印度与中国 俄罗斯等发展中国家的利益立场是相近的 美国虽然现在看起来还是有个霸权的余晖 但实际上 美国在经济上没办法给印度太多 所以 印度不会放弃与中国为首的发展中国家的合作 而彻底投入美国的怀抱 虽然 印度拒绝了美国加入北约的邀请 但实际上美国正在快速将北约扩张到印太 所谓北约家的机制 不过是美国建立全球大北约 把北约打造成其全球霸权工具的一个跳板而已 根据计划 美国正在通过加强与日本 韩国 澳大利亚 以色列等国家的联系 正在推动这些国家加入北约 诸如美日印澳 美英日澳 美日韩这些联盟都是美国扩大北约的跳板 就在上个月 日本媒体就已经曝光称 北约正在计划在日本设立办事处 而从韩国最近的表现看 韩国也在争取 种种迹象表明 北约现在不止针对俄罗斯在东扩 更重要的它在针对中国东扩 中国已经不能再寄望于周边国家能够的觉悟了 因为无论是日本 韩国 再或者是菲律宾 他们都蠢蠢欲动 在经济上 美国甚至正在逼迫东盟国家战队 对于美国的企图 我们需要做的就是应对 从最不利的角度考虑应对 要随时准备击碎扩张到亚太的北约 我们要认识到 所谓北约家 就是美国既不想承担那么大的责任 又想相关国家冲锋当炮灰 必要的时候 中国需要出手 要让相关国家体会到什么是炮灰 外交部发言人毛宁 5月4日曾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 北约持续东进亚太 干预地区事务 势必破坏地区 和平稳定 推动阵营对抗 应当引起地区国家的高度警惕 很显然 像日本和韩国已经亡八吃秤驼了 那中国就要给他们点手段 我们需要让相关国家意识到 当炮灰容易 再从炮灰中国恢复过来就难了 尤其是韩国一旦成为炮灰 意味着国家将成为历史 至于日本 炮灰的代价 必然是四分五裂被瓜分 数十年后 也可能会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中 中国是一个仁慈的国家 但中国是真的惹不起的国家 当中国意识到 相关国家 已经彻底要与中国为敌的时候 那中国就会让相关国家知道 当把中国视作对手的时候 中国就会让相关国家知道 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的强大